就是因為現在有中常委認為 像黃庫星那個黨內改組 好像3月6號上季的中常會屬於 看守性質 不能決議黨內改組 認為要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臨時會 然後向會主席怎麼看 我們所有的改革都依照制度在進行 而且我們知道國民黨要重申 要能夠越來越好一定要改革 當然改革的過程一定有一些雜音 有一些反彈的力量 我們會盡力的來說明 那目前也改革的很順利 我也必須跟大家講 絕大部分的黨員同志跟社會 都是支持我們改革的 當然民進黨是最希望我們不要改革 或者是一些反對我們的力量 是不希望改革 但是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堅持到底一定要改革 那當然我們改革的都非常多 那我再次重申 黃庫星是我們非常正面的力量 那我們把它擴大來在我們各個基層 來服務我們的所有的黨員 來爭取社會的支持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做改革 可以讓大家團結更合作 所以我們說現在黨產會認定 就是國民黨有458筆土地是不當的黨產 然後要追認信臺幣8.6億 然後現在最高行政法院已經駁回你們的上訴 然後全然已經確定了 民進黨對我們所有的清算鬥爭最大的方式 就是第一個把所有我們依法取得的所有財產 全部凍結全部沒收 然後第二個不斷對過去的所做 然後追我們的負債 也就是希望共產黨從這個地球上消滅 我覺得全世界民主國家沒有做這件事 就把那些他們沒收的這些財產 去還這些過去的負債不就是最簡單的嗎 那就是說盧秀彥昨天有邀郭未來贏的縣市首長 主要講就是電架市集 他就被視為是一個領導養的角色 不過好像現在民進黨也把他當作選戰家鄉 盧市長是我們女力的代表 也是我們最好的媽媽市長 他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最重要的直轄市長 那我們對盧市長非常的支持 那我也相信他可以帶領我們很多女力的縣市長 可以把市政工作做好 那民進黨就不斷的拼政治在找假想敵 那不管我們藍營的重要的首長或地方的縣市長 一個一個都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 我再一次重申 選舉已經過了 如果民進黨還是要搞政治鬥爭的話 那台灣的政治是永不得安寧 我們還是真正的把所有市民關係的事情做好 你會不會擔心說就是明天中場會選擇會有這些中場的法 那我從來不擔心這些事情 我想最希望我們國民黨亂的就是民進黨 我們國民黨一定會好好的大步的向前 我也希望這些綠媒不要再炒作這些事情 不希望蔡英文在520之前登太平島 太平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當然要到我們的領土去看一看 或者是關心 或者是支持我們的在地的 不管海巡署的官員或相關的人員 過去不管陳水扁總統 馬英傑總統都去了 我相信蔡總統沒有理由不去 這個是應該作為一位國家元首對自己的領土的維護 跟宣誓是應該要做的 好 謝謝 謝謝